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4121-4140章 丹武双绝 第4121章 杀奶一边 瞧不起圣兽镜强者 你有什么资格 瞧不起圣兽镜强者 哪怕你是妖孽及天才 在圣兽镜中期强者的追杀下 也绝对没有活路 听到秦明拒绝 雀阳气急败坏 不错 秦明淡淡道 若是圣兽镜中期强者追杀我 我活下来的可能性很低 不过圣兽镜中期强者 你们四大家族应该不多吧 这样的强者 应该是用来守卫根基 轻易不能离开 难道为了追杀一个真龙镜后期武者 会大张旗鼓地派遣圣兽镜中期强者 若是派遣了圣兽镜中期强者 还没有把我杀死 那么四大家族将会成为浩元城的最大笑柄 四大家族家大业大 而圣兽镜强者数量并不多 不可能什么都出动圣兽镜强者 而圣兽镜中期武者 更应该是在关键时候才会动用 因为你是妖孽及天才 为了杀死妖孽及天才 一定会派遣圣兽镜中期强者 雀阳斩金结铁道 若是把你们全杀了 有谁知道我是妖孽及天才 秦明浑身杀气道 以前他虽然天才 也只是属于天骄级别 最令人关注的 是他暴露出了自己领悟了火之大道 但因为他五道境界太差 连真龙镜巅峰都没有达到 所以 就算受人关注 也不会太引人注目 说白了 至尊世界一切都看实力 天骄天才并不少 除非达到妖孽及的程度 否则并不会引起轰动 顶多因为他身份是普通武者 会引起很多普通武者讨论罢了 只要把这 些人都杀了 那么他是妖孽及天才的事情 就不会传出去 以后只要他小心 并不会引起关注 而到了城池之后 没有谁敢随意的试杀天才 他表现的武道天赋越高 那么就越是安全 城池的规则 可不是城主定下的 很多规则是至尊家族定下的 就连城主都要遵守 哪怕是神兽尽强者 也不敢在城池内随意的杀戮 哈哈 把我们都杀了 雀阳仰天大笑 掩饰心中的慌张你来杀我 他们三人必然能够逃出去 你觉得你妖孽及天才的事情 还能隐藏的了 这是一个钉字形的口 秦明若是追杀他 就把路让出来了 那三人绝对能够逃掉 而秦明选择追杀另外一边 路也会被让出来 他能够逃掉 只要逃出去任何一人 秦明是妖孽及天才的事情 就绝对会传播开 他在逼迫 希望秦明能服软 投靠四大家族 是吗 秦明表情淡然 闭上了眼睛 看着秦明不再说话 只是闭上了眼睛 雀阳彻底搞不清楚情况 其他三人也是愣住 但眼神都是警惕地盯着秦明 只要他选择追杀雀阳 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逃跑 三人心中庆幸不已 幸好当初改造云青崖的时候 把这里建造成了狭窄的钉字形通道 否则今天被秦明拦住 他们插翅难逃 只是不知道秦明闭上眼在等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 长时间的等待 对他不利 本章完 单五双绝 第4122章 幽火 他们选择围杀秦明 自然是没有通知属下 毕竟六个真龙镜巅峰舞者 围杀一个普通舞者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是 在他们长时间不出现的情况下 他们手下肯定会寻找 再加上 之前进云青崖修炼的18个舞者都出去了 肯定会把他们在这里的消息给带出去 因此 时间越长 那么他们属下到来的可能性也越大 只是 就算他们属下来了 拿秦明也没有办法 在这狭窄的地形内 以秦明的实力就是无敌的存在 若是早知如此 他们说什么也不会选择在云青崖赌秦明 若是在空旷的地方 就算打不过 他们也能分开逃跑 而这里呢 只能等秦明选择 这种生命不在自己掌控中的感觉 要多糟糕 就有多糟糕 并没有让他们等多久 秦明转过身 睁开了眼睛 双眼中 透着黑色的光芒 如一道闪电一般 射向了三人 在这狭窄的地方 秦明选择站在路口堵住他们 用幽火射杀他们 幽火的威力极强 但是凝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甚至比凝聚风火到还要难 而且发射的速度虽然不错 但是对真龙镜巅峰舞者而言 可以轻松躲过 所以 在实际战斗中 秦明很少使用幽火 就算他想要使用 也找不到好机会 而现在不同 狭窄的空间 让他们避无可避 逃无可逃 看到秦明攻击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三人反应很是敏锐 直接钻入了最后面的房间中 这里的石头极其坚硬 哪怕是他们 用尽全力 也只是在石壁上 留下一道极浅的印记 躲在房间内 三人脸色并不好 秦明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是不是意味着 秦明最终选择的是他们 而不是雀阳 一旦秦明追杀过来 他们可就必死无疑了 就在他们担心不已的时候 却突然间听到一声一响 转头看去 只见在虚余之间 那倒对他们来说 坚硬无比的石壁被冻穿了 这怎么可能 连半夕时间都没有过 三尺后的石壁 怎么会被冻穿 三人想不明白 但有一点 他们很清楚 绝对不能应接秦明的这种攻击 连坚硬的石壁都挡不住 这也意味着 他们哪怕用兵器去挡 可能兵器也会粉碎 逃 没有任何交流 三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光线 拼命地逃跑 他们惊悚地发现 那坚硬的石壁 居然燃烧了起来 这火焰到底有多强 他们不敢想象 就算是胜受境界巅峰强者的攻击 能达到这种地步吗 就算能够摧毁石壁 但也不至于让石壁燃烧吧 秦明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到底惹了什么怪物 这已经远远不是妖孽集天才能够解释了 啊 伴随着一声惨叫 身穿白衣长衫的舞者 被光线刮过 身体燃烧了起来 这里实在是太狭窄了 而这光线的角度刁钻 他们九朵 必然会被击中 而被击中的后果 只有一种可能 死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123章 拼了 白衣舞者死得很彻底 眨眼间便被烧成了灰烬 只剩下兵器在地上 上面还燃烧着火焰 这把兵器废了 就算回炉重造 也是一把废物 让他们惊惧的是 连兵器都能燃烧 这到底是什么火焰 秦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并不仅仅只是妖孽集天才这么简单 而最重要的是 现在已经死了一个 接下来就轮到他们了 本来以为 秦明只能选择一边 另外一边就能逃了 可现在看来 秦明是真的打算一网打尽 一个不留 他们没有人活着出去 那也就不会暴露 秦明妖孽集天才的事情了 秦明只要低调一点 只要把自己的天赋表现为 天骄级别 那么他会被重视 但四大家族绝对不会为了他 派出圣兽进中期强者追杀 现在逃 逃不掉 打 打不过 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好 和秦明拼了 雀元双手紧握成拳 狠狠地愤怒道 只是眼中那挥之不去的恐惧 让这愤怒成了笑话 但没有办法 这种情况下 只有把秦明杀了 或者拼出一条生路 除此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雀元大声喊道 哥 我们一起冲出去 活一个是一个 秦明铁了心 要把我们都杀死在这里 拼一下 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听到雀元的大喊声 另外一边的雀羊连忙回到好 你先动手 哥哥随后就到 对于雀元的背叛 他当然生气 不过现在 活命要紧 其他事情都没有活命重要 说实话 他真的被秦明的攻击吓到了 活了一辈子 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攻击 威力巨大 击中之后还能燃烧 虽然攻击速度不快 但这里地形极其狭窄 在这里待着 任由秦明攻击 不可能有生的机会 雀羊的眼力很好 又因为秦明没有攻击他 他有大把的时间观察 他发现秦明的攻击 穿透了整个石壁 已经攻击到山腹中了 这攻击的强度 远远的超过了圣兽镜初期 他没见过圣兽镜巅峰出手 但想来攻击强度 也就达到这种地步吧 要知道 这山壁的强度极大 哪怕是那位调整布置阵法的阵法师 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才得以修建完成 幸好这是一个天然阵法 只需要稍加引导修改就行 若是在这里布置一个完整的魁道阵 以这山的硬度 就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最少也得百年 连专门布置镜法的圣兽级镜法师 都是对这山体的硬度称奇 可想而知 这山上的石头有多硬 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的 被秦明洞穿了 不但如此 石头竟然燃烧了起来 若不是亲眼所见 哪怕有武者告诉他 石头可以燃烧 他也绝对不信 什么时候 石头可以燃烧了 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 石头自然不能燃烧 之所以烧起来了 只有一种可能 秦明使用的火焰 非比寻常 很是奇特 威力也是绝不一般 本章完 丹武双绝第4124章 下一个 不管秦明的攻击如何强大 雀阳已经决定 这次出去之后 想尽办法把布罗卖了 而后躲起来通知原家 秦明是元龙得罪的 是元龙为了赚取黑石 把秦明拉去生死比斗 这一切都因元龙而起 责任应该是元家承担 再一个元龙已经死了 若是把这些告诉元家 不管是为了替元龙报仇 还是为了除掉秦明这个后患 元家都会倾尽全力动手 这样一来 只要元家把秦明杀了 他自然也就不用担心 秦明以后成长为圣兽镜强者 报复他了 雀阳已经决定 出去后 一定把秦明使用的奇特攻击 奇特火焰如实地告诉元家 元家越是重视秦明 派遣的强者实力 肯定越是强大 正在雀阳打的一手如意算盘之时 雀阳率先发起了攻击 他和另外一位活着的真龙镜巅峰武者 并肩冲向秦明面前 来得好 见到雀阳已经冲了上来 秦明收起了忧火 之前的权力攻击 秦明瞬间就杀了云阳 根本没有实验出他烽火道的极限 见到雀阳主动攻击 秦明很是高兴 他并没有权力出手 而是只是用了一半力量 强大的烽火道 凝聚在手心 没有任何气息散发出来 紧握成拳 对着雀阳攻来的长剑 不偏不倚地砸了下去 而这个时候 秦明听到后方通道传来了脚步声 雀阳见到秦明出手 当即便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通道出口狂奔 他要先越过秦明 若是秦明没有攻击雀阳 住 毅力没有被吸引 这样大摇大摆的过去 只是死路一条 不过现在秦明已经对雀阳发起了攻击 正是心力为生之时 是逃出去最好时间 时间把握得真好 秦明心中不由感叹 雀阳果然是身经百战 不愧能成为雀阳部落的头领 这卡的时间太准了 这时他确实没有办法 回头攻击雀阳 若是攻击雀阳 肯定能把他拦下 甚至杀死 但是面前的这两人 就有机会逃出去 是选择放过面前的这两人 还是选择放过雀阳 秦明没有多做考虑 一个都不放过 只是让雀阳多活一段时间 不要 看到雀阳逃跑 秦明并没有转身攻击 而是依然攻击他们 雀员大惊失色 在他看来 秦明应该更恨雀阳一些 在这种要抉择的时候 应该会选择杀死雀阳 这样一来 他们就有逃生的机会了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强行从秦明这里冲出去 云阳的尸体还摆在那里 鲜血横流 历历在目 他怎么敢和秦明硬碰硬 之所以和喊雀阳一起 是因为当时时间太过紧迫 这是他能想出唯一活命的办法 雀阳一定会听从他的建议 虽然雀阳心中也肯定清楚 所有人一起攻击秦明 他活下来的希望会小一些 但是他不得不接受建议 不接受就是死 没有更好的办法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想办法 秦明把他们杀完之后 下一个就轮到雀阳 本章完 丹武双绝第4125章 坍塌 只是无论如何 他都没有预料到 秦明和雀阳有着解开不得愁 但最终却把他放了 而要把自己两人杀死在这里 难道是因为我和圆龙陷害他的原因 这一瞬间 雀阳脑子里想了很多 他觉得 秦明肯定还记恨着 当时他和圆龙一起陷害他 把他关在牢里 否则为什么他和雀阳同时逃 而秦明选择让他死 而不是让他哥哥雀阳死 不 看到秦明的拳头越来越近 雀阳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凄惨死法 不甘地惨叫出生 旁边另外一个真龙镜巅峰武者 也是面如死灰 完了 秦明铁了心要杀他们 他们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 砰 没有任何意外 秦明的拳头和雀阳的兵器相撞 只是攻击强度大大的超乎了雀员的预料 他只是受了轻伤 手中的长剑因为他握力不够的原因 飞了出去 秦明的这一拳的攻击强度 远远比不上之前攻击云阳 若是早知如此 他就应该趁机硬抗这一道攻击冲出去 秦明之前攻击云阳时 拳头无声无息 如同没有任何力道一般 和现在对他使用的攻击一样 也难怪他会以为 这一拳的威力 和攻击云阳时一样 若真的是那种强力攻击 那么他必死无疑 瞬间内斧 就会全部震碎 等雀员反应过来 他没事 再想要冲出去的时候 已经晚了 秦明的下一拳 已经到来 而现在雀员的兵刃已经到飞 没有兵器可以阻挡秦明的攻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明的拳头 印在他胸前 碰 雀员死亡 下一个目标 就是雀员旁边的真龙镜巅峰舞者 秦明接连杀人 已经把他的胆气吓没了 见到秦明凶狠的眼神看过来 立马把兵器扔在地上跪了下来 他这一辈子 只跪过圣兽镜强者 没有想到 他有一天会跪一个武道境界 还没有踏高的普通舞者 但在他心里 并没有感到屈辱 虽然秦明是普通舞者 但他是妖孽级天才 这样的天才 身份地位 比起寻常的圣兽镜强者 还要高贵得多 可惜他的下跪 并不能让秦明心软 这一刻他能跪下 若是有机会 下一刻 他就能站起身报仇 秦明的拳头 对着他的头颅轰去 一声乍响 又死一个 轰隆隆 就在这时 一股飓风袭来 伴随着的是巨大的声响 出事了 秦明并不知道 这里出了什么事情 但看这情形 绝对非同一般 似乎洞口要坍塌了 连收拾战利品都不收拾 秦明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出口狂奔 这时 雀阳才跑到出口 飞一般地跑了出去 只留下一个背影 我出来了 见到外面的阳光 雀阳心中百感交集 外面围满了舞者 这些大多都是四大部落直属舞者 他们的实力虽然都不太强 但都是真龙镜 快 快帮我挡住秦明 雀阳大吼一声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人群中奔去 虽然逃了出来 但还没有逃出升天 秦明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本章完 丹舞双绝第4126章 都没出来 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洞口处传来出来 让逃出升天脸上 满是喜悦的雀阳 瞬间变脸 怎么这么快 雀阳来不及多想 就钻入舞者群中 大声命令到围杀秦明 快 杀了秦明 谁要是能杀了他 我奖励一万三品黑石 不用担心部落规矩 一切责任都有我扛着 舞者们这才反应过来 目光贪婪地看着 刚刚从洞口出来的秦明 一万三品黑石 雀员在大庭广众许下的承诺 一定会遵守 这可是 一笔不小的数字 特别是看到秦明舞蹈境界 只有真龙镜后期时 他们眼中的贪婪之色更浓 虽然听说秦明的实力不错 但那又如何 现场真龙镜舞者 最少有两百人 一拥而上秦明 绝对没有活路 杀 杀 杀 雀员高举拳头 大声喊道 虽然嘴里气势如虹 但实际上 他脚步慢慢在往后退 只等这些舞者 把秦明挡住之后 他趁机逃走 秦明的速度太快 若是没有人帮忙挡住他 他绝对逃不掉 以秦明的个性 哪怕是追杀到天涯海角 他也不会放过 在雀阳的指挥下 或者说在雀阳的重赏赐下 两百多真龙镜舞者 各自高举着兵刃 气势如虹地朝着秦明一步步杀去 旁边有不少围观的普通舞者 见到这一幕 对雀阳都是大声的指责 这雀阳太不是东西了 我听说就因为他想要陷害秦明 一 死输了七十万三品黑石 现在居然在部落内 明目张胆的杀秦明 真是过分 秦明只是一个普通舞者而已 虽然是一个天才 但没有后盾 这些贪婪之辈 会想尽办法捞取黑石 秦明只是奋起反抗而已 这些人就不顾一切 想要杀他 雀阳怎么会如此不知 这里可是云青崖 是属于四个部落共同所有 严禁发生战斗 雀阳带头破坏规矩 对四个部落都有极大的影响 就算想要杀秦明 也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 更不应该在这里 哼 我觉得雀阳就是无法无天 你们都被他以前伪善的样子给欺骗了 他本性就是如此 不知道杀了多少普通舞者 只是他装得不错 一脸正直模样 我早就 看他不舒服 随着骂雀阳的舞者越来越多 这里越来越热闹 周围的舞者都聚集到了此处 现在正是云青崖结束 应该是四个部落分别举办盛会 普通舞者都等着 因此 有很多舞者 就等着云青崖的舞者出来 进去二十个 可出来的只有十八个 舞者们就觉得很有些不对劲 毕竟独独秦明和元龙没有出来 而元龙和秦明的恩怨 很多舞者都清楚 元龙在生死比斗台上 输给了秦明 照理来说 生死比斗台 必须要奋出胜负 必须要死一个才能结束 可偏偏元龙输了 却活了下来 对此 很多舞者心中不爽 若元龙生后没有元家 他肯定就死了 而不会像现在 雀阳部落根本就不闻不问 本章完 丹舞双绝 第4127章 破坏规则 在雀阳部落的生死比斗台上 举办生死比斗 雀阳部落有责任确保比斗的公平性 最少在以往 两个普通舞者之间的生死比斗 一方胜利 另外一方哪怕是逃跑 也会被抓回来 当场杀了 这也是为了震慑其他舞者 让他们明白雀阳的规矩 让舞者们 哪怕有再大的仇恨 也不能在部落内战斗 生死比斗台 是为了了结普通舞者之间的恩怨 是为了让战斗不在部落中发生 维持部落的秩序 让普通舞者可以安心 但是元龙输了比赛 最终却活了下来 这公然地违背了雀阳部落定下的规则 也违背了生死比斗台的规矩 不管是在哪个部落 不管是在哪座城池 生死比斗输了 最后结果必然是死 元龙之所以能活下来 完全是因为元家 因为雀阳部落的包庇 对此 自然有很多普通舞者 心里不舒服 凭什么元龙的性命 就比他们这些普通舞者的性命要重要 凭什么身为世家子弟的元龙 输了生死比斗 就不用死 很多舞者同情秦明 虽然实力不错 战胜了元龙 可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得罪了元龙 得罪了元家 虽然元龙在生死比斗之前 就已经说过 他和秦明的矛盾 是因为秦明 把他撞入水中 是因为有一个手下 被秦明害死 但绝大部分舞者心里都清楚 这必然是陷害秦明 秦明是普通舞者 而且还是从其他世界来的普通舞者 他根本就不认识元龙 怎么会故意去撞元龙的船呢 而且元龙身为世家子弟 怎么可能乘坐的船 还没有秦明的船大 就算掉到河里 也应该是秦明才对 虽然心里都明白 但是雀阳部落站在元龙一边 已经把罪定下来了 他们人微言轻 哪怕想帮助秦明也做不到 只能看着秦明被陷害 还好秦明实力强大 最终战胜元龙活了下来 秦明也没有因为 没能当场杀死元龙 而闹得沸沸扬扬 就这么善罢甘休了 可元龙和雀阳 明显没有善罢甘休 在之后的争夺云青崖的比赛中 雀阳就千方百计地针对他 甚至派遣了真龙进巅峰舞者 想要趁机偷袭 可惜秦明胆大心细 都躲过了 更是被秦明利用了规则的漏洞 逼迫着雀阳 给他一个进入云青崖的名额 现在雀阳居然如此明目张胆 丝毫不顾忌影响的 想要杀秦明 更是开出了一万三品黑石的天价 这让很多普通舞者 心里极其不舒服 雀阳公然破坏规则 今天能杀秦明 明白就能肆无忌惮地杀他们 元龙在部落内 迫害的舞者 还不够多吗 现在连部落的头领 都开始公然迫害普通舞者 难道他们这些普通舞者的性命 就这么不被人当回事 他们净雀阳部落 可是交纳了黑石的 而且每过一段时间 还要交纳黑石 说了黑石不保护他们就算了 居然还公然悬赏大量黑石 就为了杀一位普通舞者 实在是太过分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128章 无耻 越来越多的普通舞者 闻讯赶了过来 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 都是极其不满 明显雀阳是 没把普通舞者的性命当回事 这也太侵蚀他们了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雀阳部落不安全 很有可能四个部落会联合在一起 在这次盛会中 大肆地坑害普通舞者 他们手中的 那点黑石来之不易 可不想自己的黑石 被这四个部落强行抢夺了 以往他们觉得 这四个部落 有四大家族在身后撑腰 这么大的势力 不至于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 但现在看来 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昊元成因恨松会长 收徒的原因 这一次来这里交易的舞者 数量可不少 而且很多人手中 带着大量的财物 若是把所有普通舞者手中的 黑石都夺了 估计比这四个部落两百年赚的都要多 普通舞者很了解这些势力的疯狂 他们为了利益 敢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再看到雀阳已经百无禁忌 大量舞者想要离开这里 特别是了解这件事情始末的舞者 更是对四个部落已经死心 虽然四个部落联合在一起 周围的资源还算丰富 对普通舞者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但至尊世界这么大 比四个部落更好的地方 也不是没有 为什么偏偏要死赖在这里呢 大部分普通舞者 又没有在这四个部落定居 在哪里不是生存 退黑石 赔偿我们 黑石 不知道是谁大吼了一声 顿时不少舞者跟着起哄 很多舞者心中 本身对这四个部落充满怨气 在别有用心人的推动下 自然想要闹事情 反正他们人多 就算真的出了事情 四个部落也只能选择安抚 否则真的爆发大规模冲突 四个部落挡不住 就算四个部落身后有四大家族 可四大家族也不可能无法无天道 把所有闹事的舞者都杀了 在知道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他们当然敢闹 为什么几个部落头领都进入云青崖了 难道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护云青崖 不可能 他们是为了杀秦明 因为秦明让他们颜面尽失 因为秦明是普通舞者中的天才 因为秦明损害了他们利益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 想要杀秦明 四个部落头领都无耻 有舞者大声喊道 之前几个部落头领进入云青崖 很多舞者看到了 他们心中清楚 这些部落头领多半是想杀秦明 但是设于他们的势力 普通舞者哪怕发现了 也没有揭穿 只是在小声的讨论 而现在现场乱撑一片 他们自然敢把心中的不满 以及几个部落头领做的龌龊事情 大声的说出来 这么多舞者 现场如此闹哄哄 谁也不会知道这些言论 是谁传出来的 在不用被责的情况下 舞者们自然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发泄心中的不满 越来越多人发泄不满 现场就越是乱得不可开交 更是在有心人的推动下 眼看就要发生暴动 本章完 丹舞双绝第4129章 只想活下来 不要管他们 给我杀了秦明 见到那两百真龙镜舞者 止住了步伐 雀阳大声吼道 最重要的是杀了秦明 至于下面的普通舞者 哪怕再怎么闹 也比不上秦明的性命 秦明可是一位妖孽级天才 他比这些普通舞者重要多了 也比4个部落都要重要 哪怕4个部落都被毁了 只要把秦明杀死 他就是大功一剑 一旦证实 秦明确实是妖孽级天才 并且被他用计杀了 身后的4大家族 肯定会对他重重赏赐 除了赏赐之外 最重要的是 活下来 雀阳现在心里非常急迫 只有一个目标 活下来 至于成为胜兽进强者 赚取黑石 还给浩元商会 那都是活下来之后的事情 活下来 他还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他还有很多都没有享受过 还有很多渴望 都没有做到 如此多姿多彩的世界 他不想离开 他不想死 而一旦让这些舞者 去镇压普通舞者 或者干脆停止对秦明进攻 那么他必死无疑 以秦明现在的实力 没有人能挡住他 只有他们所有人集合在一起 以人数的优势 挡住秦明 杀死秦明 那种强大的攻击 应该有限制 绝对不能连续使用 听到雀阳的命令 虽然这两百多舞者 不知道为什么 雀阳在这种情况下 还非得杀了秦明 但一切责任 都由雀阳承担 他们只需要听命形式就行 谁 杀了秦明 奖励一万三品黑石 谁首任秦明 在奖励一万三品黑石 雀阳再一次加大了奖励 之前的奖励 是平分给整个队伍 而谁能杀了秦明 独得一万三品黑石 这奖励的诱惑更大 有整个队伍的奖励 又有单独的奖励拿 舞者们眼睛都红了 朝着秦明冲了过去 而趁着这个机会 雀阳再悄悄地后退 希望这两百真龙镜舞者 能够阻拦秦明 四个部落自然不止这么点舞者 还有大量直属舞者 呆在部落中 秦明虽然实力强大 但若是有无穷无尽的真龙镜舞者围攻 他必死无疑 秦明毕竟只是真龙镜舞者 他在被大量同阶舞者围困的情况下 不可能凭借着实力逃出来 除非他能达到圣兽境界 有了圣兽镜的实力 能够飞行得极快 否则他逃不掉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自己能先逃了 能够活下去 雀阳的目的很简单 他只想活下来 和他一起进去的人都死了 只有他一个活下来 秦明实在是恐怖 层出不穷的手段 彻底让他吓破胆 不管怎样 以后 他绝对不会正面与秦明为敌 哪怕是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这一次 七位真龙镜巅峰舞者 在云青崖及其狭窄的密闭空间中 杀秦明 这简直是十拿十稳 可还是出现意外 而且这意外 让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死亡 再经历一次 他可不敢保证自己 能幸运活下来 这两百多真龙镜舞者 并不知道秦明的恐怖 他们仗着人多 一步步朝着秦明压去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130章 都死了 人多是大 显然是真的 两百多真龙镜舞者的气势 合在一起 有一股风雨压山的感觉 现场嘈杂的声音 随着这两百多真龙镜舞者 气势合在一起 而随之消失 并不是普通舞者们 实力比这两百多真龙镜舞者差 若是他们能联合在一起 轻松就能把他们全部杀死 可惜普通舞者 根本不可能联合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刚刚嚷嚷的大声 表达对四个部落的做事方式不满 对雀阳公然要杀秦明不满 可一旦要战斗 他们就怂了 普通舞者 大多都会选择明哲保身 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两百舞者 气势汹汹而来 秦明目光大部分注意力 都在雀阳身上 所有人都死了 就剩下一个雀阳 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间剧烈震动 来了 感觉到震动从身后传来 秦明知道 云青崖塌了 在他把幽火收回的时候 秦明就感应到 幽火已经破了云青崖中 布置阵法的根基 阵法中聚集了几百年的能量 在阵法突破被破 能量外泄出来 强大的力量毁天灭地 虽然不至于让云青崖成为平地 但是破坏了云青崖的结构 也破坏了那天然阵法 甚至把四个部落辛苦开辟出来的洞 都给毁了 秦明就是因为担心 洞倒塌的时候 把他埋在里面 所以才连战利品都来不及收拾 就冲了出来 里面快看 云青崖矮了一大截 似乎是云青崖他了 有舞者指着云青崖 惊呼道 其他舞者连忙朝着云青崖看去 果然可以看到 云青崖比以前要矮多了 怎么回事 云青崖怎么会出现问题 那是不是意味着 云青崖里面的魁道阵也被破坏了 肯定的 云青崖中的魁道阵是天然形成的 云青崖都塌了 自然破坏了格局 魁道阵当然也随之消失 要知道 云青崖中的魁道阵是天然阵法 只是被阵法师稍加引导而已 要是想修不好云青崖中的魁道阵 比重新建立一个魁道阵还要难 完了 四个部落彻底完了 四个部落之所以比其他部落有优势 就是因为有云青崖的存在 现在云青崖都没了 四个部落身后的势力肯定不会再支持他们当他们的靠山 你这么一说 我有些好奇 不是四个部落的头领都进了云青崖吗 现在云青崖都塌了 除了雀崖之外 还有人呢 他们怎么还没有出来 听到有人提起四个部落的头领 众武者也是反应过来 他们一直在这里看着 而云青崖内只有一个出口 若是那三个部落的头领出来 他们应该能见到才对 除了三个部落头领之外 还有雀元和元龙 以及元龙的真龙境巅峰护卫援云军 他们都没有出来 难道 他们都死在里面了 云青崖山都塌了 除非他们有圣寿镜巅峰的实力 否则必死无疑 他们有圣寿镜巅峰的实力吗 显然没有 而云青崖只有一个出口 结果不言而喻 本章完 丹武双绝第4131章 无人可挡 顿时很多舞者大喜 元龙居然死了 元龙一直看不起普通舞者 自然他也不被普通舞者喜欢 再加上他欺辱了不少人 现在他死了 很多人恨不得高兴地跳起来 快看 秦明动手了 有舞者突然叫了起来 原来是秦明对着200多真龙境舞者 直直地冲了过去 目标很明确 雀阳 雀阳等人进入云青崖 目的 是为了杀秦明 现在秦明想要杀雀阳 自然理所应当 只是 秦明的舞蹈境界 只有真龙境后期 他有什么能力杀真龙境巅峰的雀阳 再一个 就算他实力强过雀阳 面前还有200多真龙境舞者 是什么给的他胆量 让他直接冲入人群中 看到秦明冲过来 那200多真龙境舞者 不再关心云青崖 而是紧紧地拿着兵器 准备攻击秦明 杀了秦明 有一万三品黑石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至于云青崖是否塌了 这是几个部落头领 应该关心的事情 啊 秦明冲入人群中 惨叫声接连不断 不少舞者横飞了出去 被撞得口吐鲜血 秦明已然变身 如同一只人形猿兽一般 身躯被火焰包裹着 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没有任何舞者能够挡住他 没有任何人 是他的义和之敌 哪怕在队伍中 有真龙境后期的舞者 也是丝毫阻挡不住秦明的步伐 冲过去了 秦明直接冲过了整个队伍 冲到了雀阳的面前 这时候舞者们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雀阳已经在逃 已经远离了那200多真龙 境舞者 为什么雀阳要远离 要逃 只有一种可能 雀阳知道这200人挡不住秦明的步伐 雀阳他自己也不是秦明的对手 哪里逃 秦明一声大喝 身躯如同一道火焰 瞬息之间便追上了雀阳 高高地举起拳头 对准他的后背轰了下来 快 秦明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雀阳的速度远远不如他 而这道攻击 雀阳更是避无可避 躲无可躲 不 雀阳凄惨的大叫 可也改变不了秦明想杀他的决心 一拳结结实实地印在了他的背后 洞穿了他的身体 凄惨的叫声戛然而止 雀阳 瞪着圆滚滚的眼珠 看向天空 对这世间最后的留恋 死了 就没有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死了 两百多正追上来的部落舞者 看着死亡的雀阳 吓得止住了步伐 连连后退 太恐怖了 秦明真的只有真龙镜后期 为什么真龙镜巅峰的雀阳 就这么简单地被杀死 这时候 他们想起部落中对秦明的传言 这是一位战力超群 但武道境界不强的强者 在真龙镜中期之时 就杀了不少真龙镜后期舞者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现在秦明武道境界 达到了真龙镜后期 居然能够栗战杀死真龙镜巅峰强者 岂不是说 秦明是天骄级别的天才 雀阳都死了 他们也没有勇气 再上去对付秦明 顿时如同乌合之众一般 转身逃跑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132章 旧游自取 两百多真龙镜舞者 气势汹汹 可雀阳死了 见识到秦明的强大 没有了重赏 他们的气势 如同镜中月水中花 就这么散了 他们只是部落的舞者而已 命还是自己的 怎么可能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 还勇敢地上去拼命 好 太不可思议了 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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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者们 武者们欢呼了起来 看着地上的尸体 脸上 带着不敢置信 以及对秦明的崇拜 武者们都崇拜强者 而能够战胜 并杀死真龙镜巅峰 雀阳的秦明 自然是强者中的强者 是4个部落中 最强大的存在 武者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只是普通武者的秦明 居然战胜了雀阳 在最开始 秦明和雀阳等人作对的时候 虽然很多普通武者心向着秦明 希望秦明能够赢 但实际上 他们没有抱多少希望 秦明只是一个普通武者 势单力薄 有什么能力 和这些势力斗 可没有想到 结果大出人预料 几次雀阳和元龙联合对秦明 都是惨败而归 而最后 更是死在了秦明手中 秦明做到了他们这些普通武者 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实在是不可思议 雀阳死了 其他部落的头领也死了 秦明目光扫过全场 高举着拳头 愤怒到他们这些人为了杀我 不惜在云青崖内拦截我 但他们没预料到 我五道境界达到真龙境后期之后 就有了真龙境巅峰的实力 有了和他们一战的实力 我千辛万苦地从云青崖中逃了出来 但是战斗的余波 还是让云青崖发生了崩塌 没有想到 崩塌葬送了除了我和雀阳的所有人 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听到秦明的话 舞者们愣了一下 顿时高呼起来 虽然他们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但在秦明的嘴中 他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原来四个部落的头领 都死在了云青崖中 这岂不是意味着 四个部落现在都群龙无首 这是一个好机会 很多不怀好意的舞者 顿时心中生起了一个好想法 灭了四个部落 他们就是因为吸我们普通舞者的鲜血 才有今天血债血偿 灭了他们 没有头领 四大部落已经一盘散沙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四大部落已经建立了几百年 一定积累了无数宝物 覆灭他们 宝物 黑石 舞者们双眼放光 脸上都不可遏制地露出了贪婪 他们看着秦明 等待秦明 覆灭四大部落 这是多么大的事情 必然要人带头 不然 哪怕他们有心 零零散散的普通舞者动手 也必然会被四大部落的舞者杀了 这么好的机会 只要秦明带头 肯定有大群舞者跟随 秦明现在的威望极高 四个部落的头领 虽然是死在云青崖坍塌中 但说白了 也是因为秦明才死亡 若不是 因为他们要杀秦明 也不会死在云青崖中啊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133章 动手 上一章 返回目录 下一章 返回书页 舞者们根本不知道 其实秦明撒谎了 所有人都是死在他手中 而不是死在云青崖坍塌中 只是因为这解释不清 秦明要隐瞒 他是妖孽极天才的事实 除非他到了城池 在安全方面 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才能彻底把自己的天赋 展露出来 杀 秦明没有多说 只是高举着拳头 大吼了一声 顿时所有舞者都热血沸腾 身上充满杀气 目光看向在场 还没有离开的部落舞者 顿时吓得他们连连逃跑 所有得到的财物 都是你们自己的 但不许争抢 一旦发现自己人相互抢夺 不问对错 皆杀之 秦明语气深沉 浑身气势滔天 配合着地上雀阳的尸体 舞者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他们相信 一旦他们对自己人动手 秦明就会以警校友 秦明的气势震慑众人 他们高高地举起兵器 跟着大吼 杀 杀 杀 有了秦明的规范 更多普通舞者敢于参与进来 若是真能够做到 普通舞者间不自相残杀 那么 覆灭四大部落 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不但如此 他们也能保住抢到的财物 不必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做到真正的无后顾之忧 刚好 秦明有这个威望 又有这个实力 能够约束普通舞者 大部分舞者都信服他 也知道秦明与四个部落的恩怨 杀 在一片喊杀声中 由秦明引导的暴乱开始了 无数的普通舞者围在秦明周围 他们想着四大部落进发 秦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雀阳部落 而雀阳死了的消息 已经被舞者们带回了部落 很多部落的舞者正收拾着财物 他们发现 秦明带着大批普通舞者来 都是大吃一惊 看着大量普通舞者 凶神恶煞 雀阳部落舞者不知所措 在雀阳已死的情况下 他们没了主心骨 一位身穿紫衣 手持大刀的雀阳部落 舞者站了出来 他站在最前方 大声地呵斥秦明 秦明 你这是在找死 你知道雀阳部落属于谁吗 并不属于雀阳 而是原家 你若是感动雀阳部落 原家必杀你 他是原家的人 雀阳部落 其实并不属于原家 只是雀阳投靠了原家 以及在雀阳争夺云青衙的时候 原家了帮助 不过现在雀阳死了 雀阳部落自然就归属于原家了 这样说也没有问题 谁都知道 雀阳部落的后台是原家 搬出原家来押秦明 没有丝毫问题 他说的话 也全部是真的 若是秦明敢带着普通舞者 覆灭雀阳部落 普通舞者可能没事 但他秦明一定会死 原家要杀秦明 只有真龙进后期的武道境界 秦明怎么可能逃得掉 跟在秦明身后的普通舞者 脸色变了 他们想的是 覆灭四个部落 抢夺他们的资源 虽然想过 秦明会被报复 但都不敢细细思考 觉得秦明应该有办法对付 可在这位紫衣舞者的提醒下 舞者们明白 秦明再强也只有真龙进 承担不了原家的怒火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134章 拦住他 把四个部落覆灭 他们倒是爽了 又得到资源 又报了仇 可是秦明该怎么办呢 要知道 秦明可是承诺过 所有他们抢到的资源 都归他们所有 以秦明的为人 他绝对不会像这些势力的人 说话不算话 也就是说 覆灭四个部落 秦明得不到任何好处 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 很多普通舞者有良心 心里不安 面对紫衣舞者的威胁 秦明淡淡一笑 你可能不知道云青崖塌了 天然形成的魁道阵 也已经毁了 以云青崖山石的硬度 根本不可能再建造魁道阵 没了魁道阵 这四个部落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秦明 你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敢毁云青崖 四大家族绝对不会放过你 紫衣舞者大吃一惊 看着下方普通舞者的脸色 发现他们都觉得很正常 这证明秦明没有说谎 云青崖真的被毁了 而且云青崖就在那里 是否被毁 只要去查探一番就知道了 云青崖怎么会被毁呢 以云青崖石壁的硬度 哪怕是胜受尽强者 想要把他摧毁 都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而且云青崖内部 魁道阵核心区域 设立了防守阵法 秦明有什么能力毁了他 但刚刚从远处传来了地震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结合秦明的话 这些舞者的 没有任何异常的脸色 他顿时明白 秦明没有说谎 云青崖真的毁了 秦明好大的胆子 他怎么敢 怎么敢 四大家族的报复 秦明脸色始终平静 看着那紫衣舞者 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你难道不知道 七位真龙镜巅峰舞者 在云青崖内围杀我 难道因为四大家族的原因 我就要束手就擎 只是这七个真龙镜巅峰舞者 实力实在太差 可能是养尊处优时间太长 已经废了 杀我一个真龙镜后期 还最终让我逃了 既然四大家族铁了心要杀我 既然已经结下了不能和解的仇恨 那为什么我不做得彻底一点 我死不死 不知道 但有一点 你马上就要死了 说完 秦明脚步轻点地面 人如同离弦之剑一般冲了出去 见到秦明的动手 紫衣舞者 哪里还不知道秦明想做什么 他顿时慌张地大声喊道 拦住他 给我拦住他 他虽然有真龙镜后期的实力 和秦明的舞蹈境界一样 但是他可是听说过 秦明把真龙镜巅峰的雀阳杀了 连雀阳都能杀 那么被秦明禁身 他必死无疑 好在他一向谨慎 躲在人群中 周围是整个雀阳部落 所有真龙镜舞者 已经足够护卫 他安全了 只是秦明明声在外 见到他要杀自己 自然有些害怕 霍霍 在紫色舞者的命令下 大量两千真龙镜舞者 整齐地排列着 组成了一道后世的人墙 面对冲来的秦明 除了最前方的舞者外 他们丝毫不慌张 同伴给了他们勇气和信心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135章 人墙 最前面的舞者 心中倒是有些慌乱 但在后面的同伴推挤下 也不可能回头 他们鼓起勇气 朝着秦明冲了过去 其实也用不着他们往前冲 因为秦明已经对着人墙撞了过来 无数舞者关注着秦明 很多舞者刚刚从其他地方过来 为的是参加四个部落举行的盛会 来这里后 无数舞者在议论秦明 听说他实力很强 是一个天才舞者 打败了元龙 杀死了雀阳不少真龙镜后七好手 现在更是带领普通舞者 似乎打算覆灭四个部落 面对着紫衣舞者的威胁 也丝毫不为所动 众人不由对秦明的实力期待起来 敢于面对紫衣舞者的危险 敢于面对四个部落身后的四大家族 希望秦明的舞蹈实力也和他的勇气一样强 秦明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他的横冲直撞之下 这些舞蹈境界最高只有真龙镜后七的舞者们 纷纷被撞飞 不能阻挡他片刻 好强 看着秦明勇猛的模样 舞者们情不自禁地喃喃 只见秦明在冲出时 已经变身 化作一道火红的身影 如同一头猛兽一般 一往无前地撞在了人墙上 坚固的人墙 如同潮水一般 被强行分开 两千多真龙镜舞者 如同纸壶的一般 发出一阵阵惨叫 他们聚集起来的气势 也是轰然消失 而与之相反 秦明虽然没有聚集任何气势 可现在众人 能够从他身上 感觉到一股排山倒海威势 好强 哪怕是真龙镜巅峰舞者 也不至于有如此强大吧 秦明舞蹈境界 虽然只有真龙镜后期 可看他的威势 舞蹈实力 应该达到了真龙镜巅峰 不 超过了普通真龙镜巅峰 这还用说 秦明杀死了真龙镜巅峰的雀阳 他的实力 当然超过普通真龙镜巅峰舞者 以真龙镜后期的舞蹈境界 真实实力 却超过了真龙镜巅峰 秦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天骄级别天才 天骄级别天才啊 如此舞蹈天赋 到了城池后 还不是无数势力来争抢 这样的天才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突破到圣寿境 不会有丝毫意外 秦明的舞蹈天赋 突破到圣寿境 当然没有意外 要知道 秦明可是领悟了大道 似乎是火之大道 舞蹈天赋 不止表现出来的这些 他突破圣寿境 当然不会有意外 甚至可以在圣寿境走很远 舞者们对秦明的强大议论纷纷 在他们的议论中 周围的舞者都了解到 原来之前 秦明还杀死了雀阳 在明白 秦明是天骄级别的天才后 舞者们对他的崇敬更加深了 舞者都崇拜强者 而秦明 不但舞蹈实力强 天赋更是绝顶 一位圣寿境强者出现 舞者们是要恭敬行礼的 而秦明是未来的圣寿境强者 舞者们都有一种见证强者成长的感慨 更是有舞者为他而疯狂 很多舞者想要追随他 追随一位未来的圣寿境强者 特别是在知道 这位圣寿境强者 特别大方的时候 舞者们就更加趋之弱鹜了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136章 咒骂 只是可惜 秦明现在不需要追随者 在之前有很多舞者表现 想要追随他时 他都拒绝了 这些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在舞者们的感慨声中 秦明已经冲到了 那位紫衣舞者面前 说他强行冲过去的也不对 因为在见识到秦明强大实力之后 那两千舞者 已经不敢再阻拦 让开了一条通道 毕竟前面阻拦他的舞者 下场如此之惨 他们只是拿雀阳部落的一点黑石而已 犯不着把命都留在这里 特别是在云青崖被毁 雀阳被杀 秦明又带着舞者 攻打雀阳部落 连雀阳都死了 部落以后存不存在都不成问题 他们自然不会为了雀阳部落拼命 命是自己的 能够修炼到真龙镜 这些舞者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没有一个是傻子 所以 两千真龙镜舞者 就如同乌合之众一般 被秦明直接刺穿 来到了他们身后紫衣舞者面前 见到舞者们 主动为秦明让开一条通道 紫衣舞者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 平日里养着你们 好吃好喝的供着 在关键时候 却是背叛部落 真不是东西 你们这些废物 这些下等人 他还想再骂 可这个时候 秦明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并且 拳头已经对着他那张扭曲的嘴脸轰了下去 秦明的拳头 没有丝毫气势 也因此紫衣舞者只感觉到害怕 却没有感觉到强大的压迫感 他想要躲开 他明白 秦明的攻击 虽然看上去没有气势 可实际上绝对不会 这么简单 要不然 两千舞者的阻拦 也不会被视如破竹一般的轰开 他他刚刚要躲 就感觉 空气变得粘稠无比 行动明显变慢 一股极强的压迫感袭来 就如同一座大山 在他头顶一般 哄 拳头铃身 雪剑紫衣 只是一个真龙镜后期舞者而已 秦明根本没使出多少力 就轻松地把他杀死 甚至比起很多普通真龙镜后期舞者 这位紫衣舞者都远远不如 这也证明 不是所有只属于世家的舞者 就比普通舞者强大 还有不少按于享受的舞者 实力比起没有势力支撑 只靠自己修炼的普通舞者要强大 杀了紫衣舞者之后 秦明身上的气势更胜 更让舞者们幸福 那两千舞者 在发现紫衣舞者死亡后 缓缓地退后 直接四散 逃窜离开 他们的前身 本来是普通舞者 为了一点黑石 所以加入到雀阳部落 为雀阳做事 若是他们实力真的强大 完全可以加入到城池的势力去 或者被被雀阳视为心腹着重培养了 又怎么会沦落到守卫部落 平时做一些杂事呢 真正是雀阳的心腹 都瞧不起他们 整天对他们腰五喝六 所以 在雀阳部落真正的危机来临时 他们最先考虑的 不是怎么保住雀阳部落 而是想着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性命不受到威胁 见识到秦明的强大实力之后 自然会选择退避 也知道 这一次雀阳部落 估计多半再劫难逃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137章 不取任何财物 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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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舞者欢呼着 他们看到了 这一次覆灭四个部落胜利的希望 之前 秦明虽然威势很强 但是是否能覆灭这四个部落 普通舞者们心中没底 实在是这四个部落的强大 四个部落身后的势力 不是他们可以匹敌的 这些势力的强大 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 可在秦明的领导之下 让他们看到 这四个部落虽然强 但已经没有了头领 剩下的人 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 只是一群比他们 还不如的乌合之众罢了 经过这一场战斗 更多的普通舞者 选择加入了他们队伍 让本来就庞大的队伍 人数更多 看着下面欢呼的人群 秦明高高地举起手臂 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秦明大声道覆灭这四个部落 抢夺他们的不义之财 任何人不得自相残杀 若是我见到有人自相残杀 不问对错 必然全部杀了 以警校友 他必须要定下这条规矩 他太明白 这些普通舞者的秉性了 若是不强势地定下这条规矩 并且坚决地执行下去 这场覆灭四个部落的行动 将会因为他们抢夺利益的原因 最终演变成自相残杀 比起那两千舞者 实际上这些普通舞者 才是真正的乌合之众 一旦有足够多的利益 会把他们冲昏头脑 谨遵命令 放心吧 我们不会为了一点微薄之力 和这些势力 要行如此不堪之事 我早就看这四个部落不爽了 他们所有的财富 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些普通舞者 却丝毫不尊重我们 该杀 覆灭这四个部落 我丝毫不取财物 对 我也和秦大人一样 不取任何财物 舞者们都高声说道 催促着秦明快点对四个部落发起攻击 听到舞者的话 秦明暗自摇头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现在确实应该一鼓作气 把这四个部落都覆灭了 若是拖的时间太长 他们得到消息 很可能带着财物离开 经过这一场战斗 舞者们的士气高涨 很多在旁观望的普通舞者 也加入进来 普通舞者的实力虽然差 但一旦形成庞大的规模 会给他们膨胀的自信心 利用这股自信 秦明相信 四个部落不可能阻止他 若是四个部落的头领没死 可能还有点麻烦 还需要小心谨慎 但四个部落的头领都死了 四个部落已经陷入群龙无首的地步 很好对付 杀 秦明大吼一声 带着舞者们 向着雀阳部落里面冲杀 舞者们拿着兵器 狂热地紧跟在秦明身后 纷纷冲了进去 没有舞者敢于阻挡 很多在雀阳部落内的舞者 要么加入秦明的队伍 对雀阳部落发起攻击 要么独自离开 不敢有丝毫阻拦 一进入雀阳部落 整个队伍就乱了 这些普通舞者 除了杀雀阳部落的舞者之外 连其他没有加入队伍的普通舞者 也不放过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138章 闹市 对此 哪怕秦明早有预料 也是忍不住失望 果然如他所料 这些临时集合在一起的普通舞者 成不了大事 秦明没有继续攻击雀阳部落的舞者 而是从地上捡起一把大刀 对准那些敢于袭击无辜人的普通舞者杀去 再连续砍杀了几个自己人之后 才让舞者们清醒了过来 我们要做的是覆灭4个部落 是因为他们欺压普通舞者 而不是为了抢夺财物 秦明铿锵有力地大声道 若你们为了财物 把屠刀对准无辜的普通舞者 你们和这几个部落 有什么区别 不许乱杀无辜 不许动 除了4个部落的舞者之外任何人 就在这时 有一个身穿短衫的舞者 上前禀报秦大人 我们的队伍遇到了阻碍 死了很多人 你快过去看看吧 文言 秦明赶紧在这舞者的带领下过去 雀阳部落的直属队伍已经被覆灭 雀阳部落应该组织 不期抵抗才对 在秦明的疑惑中 他来到了目的地 有两方舞者对峙着 一方是普通舞者 一方看着打扮 应该是浩元商会的人 浩元商会 秦明心中一惊 住手 他赶紧喝止 命令两方住手 站在了中间 一个真龙镜巅峰舞者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看着秦明 拱了拱手到秦明 这就是你对待浩元商会的态度吗 我一定会如实向上面汇报 把你们做的事情 原原本本 事无巨细地告诉我 长 从来没有势力 敢这么对我们浩元商会 你是第一个 秦明 你真是胆大包天 舞者如此傲慢的态度 不由让秦明皱了皱眉头 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让你在比你强大的舞者面前 威胁恐吓 秦明一步步走向这位中年舞者 身上的气势越来越盛 我倒是要问问 之前生死彼斗 既然你们选择掺和进来 为什么元龙擅自从彼斗台离开 你们不闻不问 我现在把你杀了 也是因为你们浩元商会做的不对在线 你们浩元商会 明显偏袒雀阳部落 明显偏袒袁龙 为什么我不能报仇 既然你们浩元商会 选择站在袁龙一方 选择站在雀阳的立场 不再保持中立 为什么我不能把你们浩元商会分会灭了 你们只是一个浩元商会分会 竟然敢擅自加入到雀阳部落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胆大包天 秦明连串的问话 把那中年舞者问得连连后退 他突然间有些回答不出来 之前在生死彼斗台上的事情 确实是他们的不对 本来以为秦明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舞者 所以他们选择对元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若秦明真的是一个普通舞者 那么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也不会说 浩元商会的不对 毕竟浩元商会 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 这世上哪里有绝对公平 毕竟作为裁判的也是人 既然是人 那么肯定就会有私心 肯定也会有惧怕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139章 解决 但秦明抓住这一点不放 从而把整个浩元商会覆灭 浩元商会还真说不了什么 本身是他们的不对 甚至在浩元城的浩元浩元商会总会 都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明面上对秦明追杀 一旦这件事情闹开 对浩元商会的名誉有极大的影响 本身浩元商会背靠浩元城 不管是名誉还是地位 在武者们心中处于一个神圣的地位 一旦把浩元商会从神圣的位置上拉下来 对浩元商会造成的影响 比负灭100个浩元商会分会还要损失大 在武者们心中建立信誉不容易 需要百年如一日的严苛要求自己 而毁了信誉确实很简单 只需要一件事情就能彻底摧毁 特别是秦明是一位天骄级别的天才 随着他的成长越是引人关注 那么这件事情更是会被津津乐道 对浩元商会的影响也会更深 明知的做法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把之前的不对引去了 幸好这中年武者并不知道去秦明的妖孽级天才 若是知道 估计都要胆寒三分 妖孽级天才是有可能突破到神兽境界 一位神兽境强者的影响力 哪怕是十个浩元商会都比不过 得罪了神兽境强者 而且是浩元商会理亏 浩元商会只有负面一图 呼 中年武者深吸了一口气 他拱了拱手 语气缓和了很多之前是我们浩元商会做的有些不对 但你也应该明白 袁家和你比起来 身份地位高了太多太多 我们浩元商会 自然不怕袁家 但是裁判也是人 他会有所顾忌 当然 我也知道 这对你而言很是不公平 今天你的人在我们浩元商会也闹了一通 我们浩元商会也死了不少人 算是扯平了 你看如何 秦明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说实话 浩元商会虽然有些偏袒元龙 但做的已经相对公平了 这一次也确实杀了浩元商会不少人 能够就此和解 是最好的选择 秦明点了点头好 和浩元商会的恩怨就此结果 希望我们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说着他带着在场的舞者离开 看着秦明离开的背影 一个站在浩元商会的青年 心中很是不爽 上前一步轻声在中年舞者耳边说到我们真的要这样和他和解 中年舞者摸了摸下巴 但弹刀到底怎样需要上面拿主意 这不是我能做主的 若是不暂时的和解 以秦明现在手中的实力 就算灭了整个分会 杀了我们 也是能够做到 秦明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他现在的实力比我们强 必须认输 中年舞者作为浩元商会的分会长 几个部落的头领对他都是恭敬有加 而普通舞者就更不用说了 见到他远远的都会鞠躬 长期在这种恭维下生活 自然养成了高傲的性格 在面对强势的秦明时 突然间惊醒过来 不管他身后的势力有多强 现在他的实力比不上秦明 本章完 丹武双绝第4140章 居心叵测 既然比不赢 还强行惹对方 这是在找死 他被杀了 就算浩元商会总部 最终给他报仇 也不能让他复活 谁会记得 一个浩元商会分会长 在雀阳部落 他确实是一个人物 但到了浩元城 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 浩元城无数胜兽进强者 地位都比他要高 而且高得多 中年舞者看了看 年轻人脸上那不甘的神情 拍了拍他的肩膀 若是心里不舒服 那就提升实力 只有自己的实力提高了 才是真本事 靠身后的势力 靠其他人 终究靠不住 秦明带着人离开 身后的普通舞者很是亢奋 面对浩元商会 他们居然赢了 只是有些可惜 没能够把浩元商会给抢了 浩元商会内 一定有无数宝物 想想都让人流口水 离开大约屋里之后 秦明突然脸色严肃地转过身来 目光凶狠地看着在场的这群人 一字一顿问道是谁让你们去抢劫浩元商会的 舞者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为什么秦明脸色如此严肃 秦明再一次问道是谁先提出来 要去浩元商会的 在秦明凶狠的目光逼问下 断断续续的声音响起 在他们的目光指向下 三个中年舞者被指认出来 秦 秦大人 一个身穿短袖的中年舞者 对着秦明恭敬的鞠躬 小声道我知道浩元商会在生死比斗时 故意偏袒元龙 所以才想要负面浩元商会 为您报仇血恨 你们呢 也是这个原因 秦明的声音很平淡 但丝毫没有掩饰他心中的怒火 其他两位中年舞者也是连忙点头 刷 秦明手中的刀抬起 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花 三位中年舞者的人头已然落地 妖言祸重 秦明杀了三人之后 把刀往地上一处 严肃地看着在场舞者我再说一遍 这一次只是攻打四个部落 是因为他们剥削普通舞者 不能仗着自己的实力强大 所以祸害除了四个部落的其他舞者 或者势力 若是有谁敢擅自对无关人和势力出手 休怪我不客气 那三个中年舞者都没有说实话 若是真为了他着想 应该是极力阻止舞者们去打劫浩元商会 而不是怂恿 他们能够修炼到真龙境 绝对不是傻子 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 打劫浩元商会 浩元城的浩元商会总部 会对他出手 得罪了四大家族 在秦明看来 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把浩元商会分会覆灭 那就绝对不能在浩元城待了 浩元商会隶属于浩元城 把浩元商会往死里得罪 哪怕浩元城明面上要保证公平 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而且浩元商会分会虽然偏袒圆龙 但不至于为了报复 把整个浩元商会分会都覆灭了 秦明虽然有仇报仇 但恩怨分明 不可能因为一点小事 就资助必报 把整个浩元商会分会 无数无辜舞者都杀了 那三个中年舞者 明显是为了一己私利 而陷他于死地 本章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宗 不可能 如果我们的心心 你就不要说 了 关注 你 不可能